看完了硬体建设工程,花莲市公所在安排寿风箱团队来到了花莲市立图书馆 还有客家文化会馆,体验花莲市推广阅读教育以及多元文化传承的成果 寿风箱长刘耀中,他除了经验于花莲市的建设成果 也表示希望未来可以让寿风的孩子来到花莲市立图书馆 体验高科技、多元教育的阅读学习环境 寿风箱公所参访团来到了新完成的花莲市立图书馆 看到这座现代化、高科技又符合时代潮流需求所设计的公共阅览空间 寿风箱公所团队大为惊叹 在试图指导员带领之下,团员们也亲手制作创意商品 还体验了直播式的设备 对于宽敞明亮又时尚的阅读环境空间 寿风箱公所团队都感到十分了不起 接下来一行人来到了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体验客家雷茶以及参观会馆的布置展览 从图书馆到客家会馆 寿风箱公所团队希望未来有机会可以和花莲市公所合作 增进彼此的交流机会 很感谢我们市长还有他们市长 那个市公所团队引导我们参观很多他们创新的 还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做法、新的设备 我们都需要学习的地方还很多 希望能够通过这次的观摩 能够我们学到很多 能够带动把这个新的观念、新的想法 带到我们的乡村来改善我们一些想法、观念、还有设备 另外我们还会开辟行动书香列车 把希望我们乡村的小朋友带到我们市立图书馆来 跟他们学习、跟他们在互动 也希望说我们乡村的孩子 到我们乡村能感受一下我们自然的空间、自然的环境 感受一些很好的学习的环境 它升级到2.0的部分 那我们也跟乡村也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 就是我们在花莲市的部分 未来的方向跟做法 也可以给寿风香来做一些参考 那也非常感谢乡村的团队 对我们一些好玩的东西也蛮有兴趣的 比如说3D列印 然后直播教室 那我们未来也有可能跟寿风香 来做一个管器上面的合作 那也许可以创出不一样的火花 那再来就是客家的部分 那因为花莲市的客家族群是属于比较隐性的 所以我们在我们所长的一个介绍之下 那也让我们寿风香团队来体验一下 好玩的一个课程 那我们下午的时候也有相关的市集 客家市集 那也希望有别于其他乡镇不一样的一个客家氛围 让我们在地的客家族群都能够有共同的意识 能够把文化呈现出来 一整天的参访行程 寿风香公所团队收获良多 双方也互贞感谢状还有纪念品 希望两地可以长乡往来交流学习 促进地方进步 介络会欢迎视报导